忧虑忧郁 已经成了现代人很严重的问题 成为现代人很沉重的负担 其实困难问题不是最可怕 想想哪一天 我们是没有问题困难的 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 都会遇到困难 但是最可怕的是在困难当中 看不见主 在困难当中我们觉得孤单无助 失去主的同在 所以你知道吗 忧虑可能发生什么 可能不会发生什么 担心这个是最没用的 会发生担心也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担心也不会发生 因为这些都不操之在我 所以我所要做的 我能做的就是好好预备我自己 预备我的灵 预备我的心 事实上 当我如此的时候 神每次信实地与我同在 看见圣灵大能的工作 已经发生的事 不能够改变 可是如何回应 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我们下来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